歡迎收看第一分少年 這是個獨立自製的電玩早安節目 在正式開始這集主題之前呢 讓我先來講個鼓 在很多年前 有天我來看電視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個新頻道 完全西座我的目光 因為這個頻道 竟然隨時都在播放電玩遊戲的畫面 名字 叫做暴名化電玩頻道 這個頻道 其實是透過電話來玩遊戲的遠端遊戲平台 它的機制 大致上是預先購買點數卡之後 播電話到指定的號碼 輸入帳密 然後就可以用電話按鍵 透過音頻辨識來玩遊戲 遊玩的過程 當然其他收看這個頻道的觀眾都會看見 如果沒人打進去玩的話 就會持續播放demo畫面 我還記得這個頻道 是在某年寒假還是暑假 總之是某一次長假的時間出現的 當時我只要沒事做 就是盯著這個頻道看 看了一整個假期 但就在假期結束後沒多久 這個頻道也就消失了 那些遊戲對我來說 就成為了一個短暫的夢幻般的存在 在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才終於知道 當年暴名化電玩頻道的遊戲 全都是Accent 這台沒什麼能聽過的 台灣自製電視遊戲主機上的遊戲 而今年正好就是Accent上市20週年 因此無常借著這個時機 為Accent這台主機做完整的記錄 台灣在1980年代時 曾經有過一陣電視遊戲產業的動景 賓果、創造者、冒險家、小天才等 台灣自製遊戲機的名字 比較資深的玩家們應該都很有印象 但這些遊戲機都不是真正的原創的機種 而是Atari或者任天堂紅白機等機型的相容機 講白了,其實就是盜版 要到1990年 首個台灣公司原創的遊樂器平台才誕生 那就是普德公司的Gunmat 超級小子 不過這台只是紀錄上 叫DJ的長相型遊樂器 等到1995年 台灣才終於出現了第一台原創的 家用電視遊樂器平台 Accent Accent的發行商是敦煌科技 這台公司可能大多數人都不認識 不過說到TAMM公司聯電 也就是聯華電子 這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 那我想應該做沒什麼人沒聽過 可不要覺得聯電跟電玩之間的觀點很遠 畢竟遊戲機裡面 絕對少不了半導體元件 例如前面所提到的Gunmat 就使用了聯電所製造的晶片 而且聯電跟Gunmat的關係 還不僅於此 1992年普德倒閉後 Gunmat後續的軟硬體生產發行 就是由聯電來接手 Gunmat之外 聯電對電玩產業還有著更進一步的野心 看準了廣大的中文使用者市場 左手開發自有的電視遊戲主機平台 代號F16 就是敦煌科技Fontech的16萬元主機的意思 F16主機的硬體開發 在1994年完成 在經過一年的軟體開發期後 於1995年2月正式對外發表 並訂名為Kent 預計將它同言7月上市 瞄準暑假市場 不過到了7月時 又宣布為了讓軟體陣容更加充實 而延期至10月 最後是選定了10月25號 取光復節的政治象徵意涵 來作為正式的上市之情 而Kent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不知所欲 最近一個罐頭是什麼概念? 實際上 這個名字由來是取 Aggressive 的意義 再加上Kent的意象 象徵無所不能的決心 說起來也是蠻像一回事 但不知道是為了強調性能 還是想要跟超級任天堂同列Super等級 在很多時候 會在前面夾上個Super 全稱SuperKent 再加上既有的代號F16 可以說同時有許多名稱 灌在這台主機上面 造成主機稱呼上的不同意 另外 敦煌科技還曾經舉辦過 主機的中文命名活動 不過這活動好像沒有下文 至少我個人並沒有聽說過 有拿中文名字被選為定案 而Kent主機的外型 看起來很像是把日版跟美版超韌的造型 加起來除以二 再攔成深灰色後所得到的東西 電源、重置跟推出卡夾的按鈕 這部分的面板配置 跟日版超韌一模一樣 而整體外觀 這種剛硬的線條凹凸感 就很像美版超韌的風格 而Kent的手把也是帶有超韌風味 同樣採用AVXY鍵與紅藍環綠配色 只插在按鍵順序跟顏色對應沒有與超韌一致 十字鍵的造型 除了下面摘個圓形之外 跟超韌也是幾乎相同 不過手感差了很大一截 手把上方的LR鍵長度很短 按壓感更是生硬 總之 這整隻手把雖然還算好拿 但造型與按鍵的品質相當糟糕 另外 Kent手把跟SEGA是常用相同的9PIN接頭 但比起之間並不相容 影像輸出方面 僅有AV端子跟RF端子兩種方式 沒有X端子以上的輸出 而雖然Kent主機的產品生命很短 市場數量也不多 但在這些主機之間還是有些版本差異 主要的差別在 前期生產的主機有RF訊號輸出孔 後期主機的RF訊號輸出元件 就被Code上掉了 接著來看主機的內部構成 Kent的主CPU是NC68000型 也就是跟MD、NeoGeo等主機使用同一系列的CPU 時脈是10MHz 速度介於MD跟NeoGeo之間 Kent還有一顆副CPU6502 只跟紅白階的CPU出於同一加戲 影像處理器跟聲音處理器方面 使用的是聯電自製的晶片 在影音處理能力的規格上 都略勝MD與超人 所以RK在宣傳的時候 非常喜歡拿出這樣的規格比照表 從CPU、記憶體到圖層與Spy的無數不比 來強調自己的性能有多強大 如果對這種規格數字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簡單講 RKent的設計方向 就是把MD的強力CPU 與超人的影音表現能力加起來之後再強化一些 而且定價還比超人低上一塊遊戲卡夾的錢 說到卡夾 RKent的遊戲外盒是長這個樣子 是的,RKent再一次也向他的對手操任致敬 有著十分相似的尺寸與外觀設計 甚至就連盒子內的結構都幾乎完全相同 就只有關鍵的卡夾本身造型不大一樣 RKent卡夾的容量 在規格上最高可以上到112MB 實際市售遊戲的大小 則普遍介於8MB至24MB之間 然後還有部分遊戲支援採用電池記憶的SRAM 遊戲的定價落在新台幣1000元左右 這個價格大概是同期日本正版遊戲卡夾的一半以下 不過,如果覺得有足以勝過兩大16MB主機的硬體 與較低的價格就能夠飛天 那也是過分天真一些 尤其是1994年的年底 Stata Saturn與PlayStation這兩大32MB次世代主機相繼上市後 16MB主機的市場,毫無疑問將會逐漸凋零 對此RKent倒也不是沒有因應知道 而是宣稱會在日後推出圖型加速器來讓主機升級 圖型加速器的概念與造型很明顯也是來自SEGA的32X 除了可以強化2D繪製性能,還增加了3D Polygon的運算能力 將主機從16位元提升至32位元的等級 另外在主機側邊還有一個擴充介面 預計可以連接光碟機 但是由於RKent非常快速地退出了市場 所以這些擴充設備最終都沒有上市 RKent在性能與價格之外的最大賣點 就是海外遊戲廠商所無法提供的中文介面遊戲 有10多家台灣遊戲廠商加入軟體開發陣容 甚至也號稱有日本和美國的廠商加入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RKent的遊戲陣容表現如何 RKent天智第一號遊戲《福爾摩殺大對決》 是一款方塊類的抑制遊戲 玩家所要采況的物件是一顆一顆的小雞或雞蛋 相同顏色的小雞三個以上連在一起就會消除 連手消除的話就會丟障礙方塊 也就是雞蛋給對手 相同顏色的雞蛋排在一起並不會消除 不過當排列消除小雞時 靈清的雞蛋就會變成小雞 並可能進一步裡把連手消除 如於攻擊對手時 雞蛋的排列會有固定的規格 因此只要導出規律就能夠反過來 將敵方的攻擊轉變為我方的反擊 形成你來我往大連鎖 玩起來氣氛非常熱鬧 其實說出來呢 這遊戲就是造成同樣的對當方塊系列遊戲 在遊戲設計上 一點創新的敵方方面 但我並不想就此否定到這款遊戲 因為這款遊戲在遊戲規則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遊戲內的角色 十二港曹光當代之名政治人物 在連鎖或著手攻擊時 有著非常誇張於搞笑的演出和鬥穴台語語音 說真的這遊戲的台語語音 真的是非常優秀 而且讓人印象深刻 在過去的遊戲遊戲中 絕對是情所未聞 相較於狂亂的原作 想用本土話題材語語音的 《福爾摩莎大對決》 對台灣人來說 關卡顯然是更具有情和力 也更加歡樂 不過《福爾摩莎大對決》的內容 相當單調 總共只有六名角色 音樂或遊戲場景也缺乏變化 操作性還有點不靈敏 在我個人印象中 當年在爆米花雕王頻道 看到這款遊戲時 角色不只六個 尤其印象深刻時 其中還有著超人專辦人 這純粹品的角色 但實際上 ARCAN版遊戲中 並沒有這樣的角色出現 應該是增上爆米花雕王頻道後 才新鎮的角色吧 也就很可惜了 這個失授版本 並沒辦法玩到最完整的遊戲內容 熊貓軟體製作了 可以說是鬥死時代 最具代表性的國產格鬥遊戲 在海外玩家之間 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移植到ARCAN之後 可能也成為ARCAN平台上 最廣為人知的一款遊戲 遊戲內容 是典型的一對一格鬥 總共有十二個角色 每個角色各自有四到五個絕招 遊戲沒有連斷攻擊的設計 普通拳腳用處不大 基本上 就是雙方拼命力回 跟靠街招來定生活 當然不可不鐵 就是全中文發音的招式語音 這些語音 說真的讓遊戲增添了不少娛樂性 在ARCAN版本的《武將爭霸》推出時 PC上 早就推出了大幅進化的二代 使得一代顯得有點過時 不過 一方面當時的電腦遊戲 跟遊樂器遊戲之間的壁壘 較為分明 兩個市場間的相互影響效應不大 而另一方面 ARCAN版的《武將爭霸》 並不是單純的異質 跟電腦版本比起來 可以發現不少的差異 首先遊戲的界面就長得不大一樣 而CAN版的血量表 跟二代一樣 直接顯示在遊戲的畫面上 而不像電腦版 只能顯示在下方的視窗 然後遊戲的運行速度 也有明顯的加快 提升到與二代相近的水準 使得遊戲玩起來更加流暢 不會有電腦版讓我們頓頓的感覺 基本的攻擊模式 更從只有全角兩顆按鍵 變成有輕重之分 總共四個按鍵的組合 增加了一點對戰時的變化性 音效方面 加入了《武將》的唱名跟開場語音 當然也有分出聖呼吸的語音 而為了配合ACAN主機 所強調的多重卷軸機能 遊戲的背景 已從單一圖層 變成了多重卷軸 不過由於遊戲的背景 最初是以單一圖層為規格 下去設計、會計 ACAN版改成多重卷軸的效果 不算理想 甚至還剪弱了畫面的豐富性 但至少感覺出製作團隊 的確有在影子時下了些功夫 使得遊戲玩起來的感覺 更加貼近一般的遊戲 或大型電玩格鬥遊戲 雖然ACAN版 在遊戲表現上有著多方面的強化 可變得比較差的地方 倒也不是沒有 像是遊戲的留長度縱使提升了 部分動作的畫格數 卻變得更少 更加奇怪的是 在每場戰鬥開始之前 要等語音喊完 角色才會出現在畫面上 或有這種情況 個人覺得並不竟然是硬體性的問題 而比較像是 程式設計經驗不足 所導致的缺失 另外,ACAN版的《武將爭霸》 在內容上遭到1.3減 電腦版中 相當於單人劇情模式的 統一天下模式整個被砍掉 只剩下相當於 ACAN模式的《武將爭霸》 而在《武將爭霸》模式中 原本每過幾關 就會穿插了射擊遊戲夾分關 在ACAN版本裡面 也是不見蹤影 原本我在講說 ACAN版的改變之多 拿快打旋風2的術語來說 都可以稱得上是Turbo版了 就連遊戲外格上 也宣稱這款遊戲是增長版 但實際上很可惜的 可能是卡甲農漾的限制 或者開發時程的考量 使得這款遊戲 終究只能是個增長嚴格版 嚴格說起來 《武將爭霸》不算是一款 真的做得很好的格鬥遊戲 不論是影音表現、流暢度、操控性、攻擊判定 與系統深度等各方面 比起快打旋風2等格鬥遊戲名作 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但作為ACAN平台上唯一一款格鬥遊戲 至少也算是具有一定的可玩性 不過 要玩武將爭霸的話 還是建議出玩PC上的二代啦 這可惜 這系列就隨著熊貓公司的消逝 而成為絕響了 在ACAN五款首發遊戲中 《邪惡之子》 是唯一由盾皇科技本家所開發的作品 也被思維者CAN的旗艦級作品 但說實在的 自由系的標題跟主視覺的設計 以一款強打作品來說 實在是相當缺乏吸引力啊 邪惡之子乍看之下 是一款相當典型的中文RPG 也就是有著老套的武俠設定 和平庸的美術表現 並有著向名作致敬的明顯痕跡 不但遊戲內的人物與動態繪製方式 像極的FF4或FF5 就連說明書上的人物插畫都是同個Style 不過,一款沒有特色的作品 是不可能被當作主打的 除了它是遊樂器主機上少有的中文RPG之外 邪惡之子的主要特色 是在於它用於挑戰幾乎不存在於 當代過場RPG中的設計 自由度 首先,遊戲內在跟許多NPC對話時 會有選項可以決定對話內容 其實多數的選項 只是針對不同關鍵字進行情報收集 這種對話可以重複很多次 預設上也是希望玩家把全部關鍵字都問過一輪 成不上什麼具有意義的選擇 也無從建立起自由度 真正跟自由度有關的 則是一些只能夠選擇一次的關鍵選項 依據不同的選擇 可能會決定某些戰鬥的發生與否 部分事件的流程差異 又或者角色加入了先後的時間 還有一些 是會影響主角三二偏向的道德抉擇 連格說起來 這些選擇與分歧 並不會影響整體故事進行的大方向 以今天的標準來說 也可能稱不上多自由 但以16位元時代的RPG來看 我覺得已經算是讓遊戲增設不少了 在劇情方面 邪惡之子 其實指的就是玩家所扮演的主角 整個故事 雖然還是走傳統的 勇者打敗大魔王的套路 但基於主角的神勢設定 劇情內也加入的像是 人比奧姆還壞 邪惡其實是存在於人心之中 之類的反思 縱使受限於遊戲的框架 這些探討多少還是流於表面 但已經能夠使得這遊戲 在故事上不至於太過無趣 還有這遊戲在一些對話中 參雜了打破地勢面牆概念的句子 像是製成毫無作用的龍套NPC 要你請不要跟羊說話的羊 跑進民宅被趕出去後 主角還會自己吐槽遊戲 以及比較嚴肅的 從妖魔的角度 批評勇者以正義之名 請殺人越獲之時 我不知道編劇當初寫這些台詞的動機 是一種厚色型的諷刺 抑或只是一種懶惰而廉價的笑點 不過這樣的對白設計 確實是會讓我很願意去找每個NPC進行對話 作為主力旗艦級作品 邪惡之子當然也還肩負了展示硬體演出能力的責任 在遊戲中的部分事件 會穿插半個螢幕尺寸的插畫 不過圖片的品質實在很難說的好看 另外,就像FF有飛弓艇一樣 邪惡之子也可以騎乘飛龍快速的在大地圖上移動 地圖的呈現方式 就是Model 7 IV的圖形傾斜特效 不過當玩家獲得飛龍時 遊戲早已接近尾聲 除了一個隱藏的地點 飛龍的功用就只有移動到最終魔王的所在地 機嫌展示的象徵性多過於實際的功能性 遊戲內的迷宮機關很多 不過路徑不算複雜,是還不至於迷路 有讓人意外的是 到了遊戲最後一個迷宮時 畫面右下角居然出現了即時的地圖繪製功能 有這麼好用的功能你不會早點放出來嗎? 大概就跟前面所說的飛龍一樣 都是遊戲製作到後期 對於開發比較熟悉 終於有能力做些特殊技能時才夾進去的設計吧 其實邪惡之子整個遊戲的流程並不長 因此還是不脫國產RPG遊戲的一大通病 那就是強迫練功以大長遊戲時數 由於敵我素質之間的不平衡 玩家如果不花點時間打怪練功 就很難打得以魔王級的關鍵戰鬥 而更糟糕的是 在遊戲中還會有進了一個村莊後 在打贏特定目標前無法離開該村莊的情形 如果玩家進村莊前沒有把等級練高 又無意堅價村莊內存的檔 那就會面臨無法練功又很難打得贏戰鬥的卡關窘境 所以想要順利進行遊戲的話 一定要花點時間練功 幸好這遊戲的等級不算難練 值得一提的是 Arcane手把背後有個連發開關 開啟後就有連發功能 於是我可以按住按鈕連發來自動戰鬥 大幅增進了練功效率 這有點好笑 畢竟連發功能通常是用在動作或射擊遊戲上 結果邪惡支持這款RPG 反而是我唯一用上這功能的Arcane遊戲 說實在的 邪惡支持的賣相雖然不是很好 瑕疵也不少 但也有讓人感受到用心的地方 放寬標準來看的話 是一款做得還不錯的遊戲 只要不討厭RPG 基本上可以列為Arcane的頂級作品 因素飛龍是一款橫向捲頭的動作遊戲 一言以蔽之 就是這款因素角質的醜裂模仿作 遊戲一樣是以高速移動作為賣點 還有各種一言就可以看得出原點的地形與機關設計 從此動作的仿效 也是在明顯的過 甚至就連關卡的主題設計風格 都是比照因素角質來設計 玩起來的差異當然是 首先遊戲的主角是以球棒座為攻擊手段 從球棒揮擊時的圖像來看 如果這方面是在模仿初級飛龍 那麼 因素飛龍這個遊戲標題 我看來真是毫不避諱 但既然是要額外做這個動作才能攻擊 也就沒辦法像因素小子那樣 可以在移動的同時 兼具攻擊能力 因素飛龍 是可以一邊移動一邊揮擊球棒 但由於攻擊效果不具持續性 又有些許時間差 在高速移動時 如果看到敵人才揮棒 通常已經來不及了 因素飛龍捏格跟因素小子之間的明顯差異 就是遊戲攝影機的趨近距離較近 也就是物件在畫面上的頻率較大 造成視野太過狹窄的問題 對於這種移動速度較快 地形變化較多的遊戲來說 可是相當嚴重的致命傷 會使得玩家沒有足夠的時間 反應遊戲內的變化 在本遊戲中 玩家所要收集的主要物品是棒球 它的功用就像當於無數小子中的金款 不過不知道是技術力不足 做無數這種效果還是怎麼樣 受到攻擊時 不會全部灑出來 只會固定減少了4個棒球 這雖然增加了遊戲的容錯度 但也少了回收失去了金環那樣的樂趣 關卡設計方面 個人覺得基本上是乏善可乘 沒什麼讓人覺得有趣或爽快的地方 絕大多數的機關與關卡安排 只是讓玩家感到厭惡也不知所謂 即使熟悉關卡配置後 這種感覺會減輕一些 但還是很難說這就有樂趣 另外 遊戲內每個場景 就只有一關 不像音速小子 還會區分2-3個小關 整個遊戲 全部就只有少少的6關 在一次的比較音速小子 有遊戲在通過檢查點時 可以侵入特殊關卡 但就只是單純的 在時間線之內搜集棒球而已 沒有搜集數量的挑戰 當然也沒有混沌翡翠 玩起來同樣不總有趣 如果不跟音速小子相比的話 或許這遊戲還不算真的那麼差 但擺明模仿卻又速度做了別人招 這要人怎麼忽視這些缺點呢? 有些遊戲設計者 會自以為在一些地方做點改變 就不算是完全的抄襲 甚至宣稱這是具有差異化的特色 但很多時候 一款遊戲之所以好玩 往往就在於整體設計思維上的一致性與連貫性 片段性模仿他人的設計 卻無法抓到整體的設計思維 就是多數模仿做難以KIMM原作的關鍵 這樣說的話 這遊戲也不是一無可取啦 至少就有性能展示方面 它是少數展現了KIMM多重高速捲頭能力的遊戲 然後還有… 呃…比如說… 欸… 好 我們接著來看下一款遊戲 超物級中華職棒聯盟 很顯然的 就是以中華職棒作為題材的棒球遊戲 遊戲內的隊伍和選手陣容 是以職棒六年為基準下去製作 在這遊戲上市時 職棒六年的球季正好結束 過沒幾天 俊國熊隊就一組成了新龍熊隊 導致這款新遊戲 馬上成了舊資料 實際可說真是不巧妙 有些人可能以為這款遊戲 是電腦遊戲中華職棒的遺址 不過這兩款遊戲只是題材相同 遊戲內容與製作團隊都不一樣 但事實上 超級中華職棒聯盟 也的確不是一款全新的遊戲 它的前身呢 是出在SEGA MD上的 金冠軍兄弟像世界職棒爭霸戰 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世界職棒爭霸戰 只取得兄弟像一隊的授權 只有相對的球員有實名與肖像 其他的球隊與球員 都是化名或者虛構出來的 而超級中華職棒聯盟 就有著完整的中職聯盟授權 除此之外 兩者之間的遊戲系統是相差無幾 超級中華職棒聯盟的畫面 也僅在色彩豐富程度上 有些許的提升 改變最多的就是音樂與音效 從前作的電子音樂 變成球場實境的氣敵喇叭啦啦隊 甚至還可以聽到像這樣的語音 以及 說實在 還蠻能夠呈現國內職棒的球場氛圍 要是還會唱個讚歌 那就更加貼切了 所謂遊戲系統本身呢 本作的設計跟早期絕大多數的棒球遊戲 沒有太大不同 操控性與留長度都還不錯 在特定的情況下 甚至還有動畫Cut in 最明顯的缺點 則是自動守備的判斷上常常出錯 不過整體而言 玩起來算是中規中矩的佳作 遊戲還可以用密技 教出幾個隱藏的日本職棒球隊 雖然球員沒有實名 也沒有肖像 但是影射的對象非常明確 就連防禦率與打劫率資料 都是比照前一年球季的實際數據 這個隱藏的驚喜 絕對能夠讓同時有在接觸 台瑞兩國職棒的球迷們感到開心 遺憾的是 這款遊戲依然擺脫不了抄襲的嫌疑 拿出PC Engine平台上的Powerleague93 來比看看就知道 兩者的頭打畫面設計 簡直如出一側 就算運動遊戲本來就是 你做什麼他就做什麼的遊戲類型 但從選手們的姿態輪廓 到球場的捶景角度都幾乎相同 裁判你怎麼說 在過了20年之後 遊戲內收錄的所有球員現在都已經退役 只剩下少數人 還能夠以教練的身份出現在球場上 現在玩這款遊戲 除了是遊戲歷史的挖掘之外 同時也是終止歷史的回味 多少能夠感受到早期的人氣球隊 傳奇球星與放水黑人 活躍的時代氛圍 甚至遊戲中的球場 現在也有好幾座已經被拆除或改建 某種程度上 這款遊戲也算是做了相當具有價值的時代紀錄 COG就是一款 嗯,以COG為題材的動作遊戲 遊戲風勢跟畫面表現上 是沒有一眼就讓人覺得在模仿哪一款特定的遊戲 畢竟當年這種平台式的動作遊戲 很多都是長這個樣子 遊戲主要的特色是主角輸入空有著多樣的攻擊方式 但主角攻擊方式的變化並非有玩家選擇 而是以血量決定 在血量不同的情況下,攻擊的方式會有所不同 除了用金箍棒攻擊之外 當取得特殊的珠子之後 就可以投擲珠子進行遠距攻擊 珠子的顏色不只一種 有的會以相當詭異的軌跡移動 玩家要視情況切換適合的攻擊方式 另外輸入空還可以反動特殊攻擊 攻擊方式則是有左上方那個不停閃動的量表決定 不過效果大同小異 多半就是全畫面攻擊或凍結的效果 遊戲的一大關切成好幾個小關 總長度不短 而且關卡的景致還蠻有變化性的 在關卡切換時 偶爾還會有土地攻出來做點攻略的提示 但那每關的最後,少不了魔王戰 遊戲方式會變成有點像俯士型的動作射擊遊戲 但因為攻擊方式只有拋物線軌跡的柱子 所以玩起來有點變扭 整體來說 COG的操控性只能算普通 遊戲難度偏高 有很多需要死個幾次 才抓得到攻略方式的關卡設計 挑戰性是有啦 但沒有什麼真的能讓人玩得很開心的地方 大概就是… 十至五位有氣之可惜的感覺吧 《超級光明暫時》 是電腦遊戲《光明暫時》的ARCAN版本 標題的《超級》兩個字可不是隨便加的 因為ARCAN版《超級光明暫時》並非單純的移植 而是接近到完全重置的程度 首先遊戲進行的流程就十分不同 電腦版的《光明暫時》走的是類似嚴重騎士團的風格 在關卡與關卡間的城鎮部分 是直接用選單與對話帶過 ARCAN版則變成傳統RPG的形式進行 增加了翻箱倒位開寶箱的樂趣 反而不太原作直接的模仿對象炎龍騎士團更加貼近源頭 也就是炎龍騎士團的模仿對象Shining Force 關卡設計與戰鬥系統上 除了一些參數上的調整 與原作相比是沒太大變化 但視覺呈現上就完全不同 不但場景物件全部重新繪製 戰鬥畫面更是整個打掉重作 從模仿Shining Force 的斜後方視角 變成比較常見的側面水平視點 不過,雖然這樣改是淡化了模仿的味道 但這種戰鬥畫面表現實在不是很好 甚至使用法術時 連切換演出都省略了 只剩下地圖上的小動畫帶過 整體遊玩起來的感覺嘛 大致上還算可以 但是遊戲進行的節奏有點不流暢 尤其是輪到敵方行動時 AI 的思考速度相當緩慢 讓這款在電腦上本來就不算特別好玩的遊戲 變得更加需要耐心才能玩得下去 同樣是已知之個人電腦 《非洲探險》是一款大富翁式棋盤遊戲 不過跟傳統大富翁以防地場 我主要經營內容不同 《非洲探險》在購地時 還可以選擇各種土地用途 像是農田、開礦、賭場 或者最傳統的蓋旅館 選擇農田或開礦的話 就可以定期收成作物轉賣 不過只有旅館能夠向其他玩家收取過路費 走到別人的農田或礦場 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遊戲的最終目的 並不是要把其他競爭者搞到破產 而是看誰先找到藏在地圖中心的寶藏 玩家們努力的賺錢 其實是為了要購買彈藥、糧食等 尋寶過程中的必備消耗裝備 當裝備達到指定的數量後 就會自動進入地圖的那一圈 來尋寶探險 因為在遊戲中 透過農田或開礦賺錢的效率 遠比蓋旅館或賭場來得好 但是農田與礦場又收不了過路費 導致玩家之間不大會有金錢流動 一旦地圖上的土地都被買得差不多 而且土地持有率沒有呈現極端分配的話 遊戲的過程與節奏 就會變得十分單調與作業化 進到那一圈後的遊戲流程更糟 只是純粹碰運氣的瞎走 藉由隨機事件決定裝備數量的增減 能不能找到寶藏也都是隨機決定 因此就算找到了寶藏也沒有多少成就感 全然沒有大富翁或者陶鐵那種歡樂燦快 或者勾心豆角的感覺 其實這些缺點在電腦上的續作《非洲探險2》 是都有改善不少啦 這邊講的就只是一代的情況 UKEM版《非洲探險》的畫面表現與電腦版沒有太大差異 比較明顯的只有交易畫面是直接開個視窗進行 而不像電腦版還要切換畫面 小小的提升遊戲進行時的節奏 修改比較多的其實是遊戲的數值設定部分 但如果不直接跟電腦版對照 也不算是會讓人注意到的大改變 此外,UKEM版還多了語音演出 不過這語音是索爾角色共用 表現並不突出 基本上,個人對這款遊戲的評論 都是出自於單人遊戲的狀況 跟AI對手玩起來,當然是會比較悶 如果可以跟家人或朋友一起玩的話 也許多少會有去寫吧? 也許啦 《賭霸》 跟鄭玉玲主演的同名電影也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這遊戲也算是大排雲集 因為遊戲內的角色 全都是拿當時台港知名藝人的長相 再套上歷史人物的名號而來 連口描繪的辨識度算是蠻高的 只不過,有些藝人過了20年還在第一線 有些人,卻已經沒多少人認得了 雖然號稱賭霸 但遊戲內賭的,就只有麻將 規則當然是以台灣16章麻將為準 整體看起來 就是一款普普通通的麻將遊戲 沒有什麼特殊的演出或花招 當然也沒有拖曳殺必死 就是一款90年代版的明星三缺一吧 很遺憾我個人並沒有介紹《魔棒撞球》這款遊戲 網路上也找不到遊戲的詳細資訊或影片 只有幾張模糊的遊戲畫面可以參考 但至少可以從這些圖片中知道 這款遊戲,有四種撞球規則可以玩 並且有環遊世界挑戰的故事模式 遊戲風格看起來的感覺 有點類似Side Pocket 或許大家可以扣這遊戲 去想像一下魔棒撞球可人的樣貌 如果你玩過《炸彈潮人》 那也其實也就差不多等於玩過了《爆爆動物園》這款遊戲 因為它基本上 就是套上可愛動物外皮的《炸彈潮人》 抄襲的程度可以說是一望極之 從遊戲的規則到道具設計 都跟《炸彈潮人》完全相同 以一個抄襲作品來說 《爆爆動物園》的製作水準其實並不差 遊戲的流暢度與操控性都算是OK 美術表現看起來也還蠻順眼 除了闖關模式之外 最重要的對戰模式也沒有遺漏 只是遊戲關卡設計得很普通 而且敵人的行動模式 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煩躁 總之呢 《爆爆動物園》就這款沒什麼特色的《炸彈潮人》仿製品 樣子是學了個七八成 但細節上 還是有許多地方比不上原作 如果你剛好真的很想玩《炸彈潮人》 但剛好你所擁有的所有遊戲主機平台 都沒有推出過《炸彈潮人》 而你又剛好有一台《炸彈潮人》 那麼《爆爆動物園》就會是你的選擇 以上就是《炸彈潮人》全部市售軟體的介紹 是的 我已經介紹完《炸彈潮人》全部的市售軟體了 就只有這麼11款 因為《炸彈潮人》不但退出市場速度非常快 更似是在決定退出市場後 就終止所有後續的軟體發行 導致許多還在製作途中 來不及上市的遊戲們 全速找到腰斬 產生了 主機上市前就發表的軟體 到主機停產時都還沒出現 以及 取消發售軟體 比實際發售軟體還多了奇怪現象 基於個人喜歡挖掘冷門歷史的偏執個性 這些被取消的遊戲 當然不能就這麼算了 而是要盡可能的 透過一些既有的公開資料 為《炸彈潮人》的歷史 拼作出更完整的面貌 首先是《炸彈潮人》 據說這款遊戲已經是完成品 但是在遊戲正式上市之前 《炸彈潮人》就退出了市場 所以並沒有發售 只有少數的樣品卡夾留存於是 而這些樣品卡夾 後來也都陸續流傳到二手市場 與收藏家的手上 我們才得以有機會看到這款未上市的遊戲 《判星》是一款科幻風格的六角方格戰略遊戲 看起來有那麼點像太空模擬戰 但老實說 《判星》的遊戲品質完全比不上 甚至還會讓人懷疑 這是不是真的完成品 首先 作為一款操控機甲戰鬥的科幻遊戲 機械設計 絕對是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但這遊戲的機械設計卻十分糟糕 說好聽點 這看起來像是長腳會走路的半工椅 講難聽點 就像是一座一座的… 嗯…好 也許這只是大地圖上的小圖示畫得不好 進入戰鬥畫面 也許可以比較完整的呈現機甲的細節 但沒想到 這遊戲居然沒有戰鬥演出畫面 而是直接在地圖畫面上顯示簡單的小動畫 可以說是陽春至極 就算大家玩戰鬥遊戲 在演出看過一輪之後 都會關到戰鬥畫面 但也不能因此就這樣完全不做吧 喔? 所以現在是發射核彈了嗎? 這攻擊看起來很強耶 欸等等 敵人這反應看起來好像一點是都沒有 後來我才發現 你要仔細看敵人的狀態視窗 才看得出他的血量變化 戰鬥畫面省略就算了 這遊戲最扯了 就是連傷害的數字都不會直接顯示 然後更糟的就是完全不搭配的音樂 這種輕快的節奏 真的讓人搞不清楚 到底是在打仗還在交友 而且 這遊戲的節奏相當緩慢 再跟一點都不精彩的演出 與洗腦的音樂搭配在一起 完全就是一款考驗玩家忍受度的遊戲 雖然Arcane的遊戲陣容已經夠貧乏了 但少了這一款 似乎也不算是什麼損失嘛 判星是最後一款有官方編號的Arcane遊戲 其他的遊戲可能就多半是真正的未完成品了 這些作品的資訊 只能從當年的遊戲刊物中尋找 除了創刊號即是修刊號的Arcane特輯之外 我還特地到國家圖書館 去調接了20年前的電視遊樂報導雜誌 試著從這些資料中 挖掘出一些Arcane未上市軟體的資訊 首先是地心地險記 這款第一人稱地層RPG 乍看之下很像是地下城主 或者魔岩殺技的通知作 不過仔細看可以發現 遊戲的視角不像地下城主只能90度轉動 而似乎有著更細緻的角度變化 事實上這款遊戲的製作公司 台卵科技 曾經在電腦上做過一款名叫《魔王民工》的遊戲 雖然是地下創世紀的二流模仿作 但至好是當時非常難得的國產3D遊戲 地心地險記很明顯是拿同一套3D引擎下去製作 如果推出的話 應該可以做了CAN新的展示的代表作 沒人上市是相當可惜 接下來幾款遊戲的資訊較少 只有一些零星的畫面截圖 像是格鬥遊戲《烏龍院》 戰略遊戲《恐龍戰記》 以及很像Hand on的暴走族之戀 其餘更大多數的CAN未上市遊戲 我所能找到的資訊 就只有列在發行表上的名字 不過從發行表中 也是可以研究出一些端倫 像是權威資訊在MD上的幾款遊戲 包含問答遊戲《IQ連環砲》 淘汰人電鐵的模仿作《台灣大亨》 以及RPG 新疾丐王子 都出現在CAN的發行表中 甚至還有全新的《台灣大亨2》 其實權威製作過的FC與MD遊戲水準都還不錯 但無法取得任天堂或SEGA的正式開發授權 使得他們的遊戲 只能以未授權亂提的形式發行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的屬於台灣自己的遊樂器平台 看得出來他們也是寄予厚望 投注了許多資源 卻沒想到ARCAN後續的結果會是如此 可憐的間接 甚至直接的導致權威從此推出遊戲開發的事業 其他在發行表中能夠找到的電腦同名遊戲還有 漢堂的爆笑三國志 大宇的大富翁 魔法世紀與魔法世紀2 不過因為資訊有限 無法肯定預定製作在ARCAN上的版本 是否會相同的遊戲 最後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實料來源 那就是在《邪惡之子》這遊戲裡面 有個隱藏的場景 敦煌公司 在這個場景中 玩家可以跟ARCAN的專案管理人員 和遊戲開發小組進行交談 除了邪惡之子的開發小組之外 還有其他幾個遊戲的開發小組 也出現在遊戲中 最重要的是 如果玩家調查開發小組牆上的插畫 就會播放該遊戲的幾張遊戲畫面截圖以及音樂 在這些遊戲裡面 除了西遊記之外 全都沒有上市 這些未上市遊戲 包含前面提過的恐龍戰記 災難教育遊戲《都市大逃亡》 以及異智冒險遊戲《極鬥初級》 這些未上市遊戲的畫面雖然不完整 但已經是相當難得 更可貴的就是他保留下遊戲的音樂 這個是平面媒體所無法做到的事情 製作團隊大概想都沒想過 這些小小的資助性行銷 可在日後成為珍貴歷史資料 啊對了 不可不提的就是 在這個場景中 玩家每經過一道門 都會播放Akan的語音 這個帶點二趣味的設計 卻也意外保留了Akan這個詞的官方讀音 其實我本來一直都不是很確定 這台主機的名字 到底是要念Akan Akan 還是Akan 直到我玩到這個段落 才終於確認了這台主機要念Akan 在看了這麼多Akan的相關資訊後 最後要來探討的 就是Akan為什麼會快速退出市場 最顯而易見的一點 就是在Akan推出的當時 正好是SS與PS之間競爭的最激烈的時期 Akan方面 原本是認為次世代主機由於價格高啊 普及速度不會太快 卻沒想到SS與PS的帳框激烈程度遠超預期 雙方年來我玩價格戰爭 更是讓兩台主機的價格 在短時間內都快速下殺 即使還是比Akan貴上一倍有餘 但已經達到多數玩家可以接受的價格範圍了 另一方面 就有了16萬元主機 也早已達到開發技術的高度成熟期 不但軟體品質高 又有著數量上的優勢 像教育才剛起步 欠缺開發經驗 導致技術明顯還不成熟了Akan遊戲 即使硬體性能在規格上較強 軟體表現就是明顯素人一截 說點更加不堪的 那就是在盜版卡夾 此跌地基於台片橫行於市場的當時 就算Akan卡夾比日本正版遊戲便宜 也不算什麼價格優勢 因此Akan理所當然的吸引不了多數的玩家族群 不過 電玩產品的消費者 並不是只限於懂得關注遊戲情報 會自己挑選遊戲的玩家 還有一種消費者 也就是家長族群 對於遊戲的品牌與趨勢並沒有什麼概念 可能只懂得買便宜的任天堂小龍機 和盜版卡夾給小孩子玩 而當Akan用 只要加一點點錢就可以有更強的性能 以及這台主機遊戲 是中文介面又具有預叫預熱性質等化出來包裝 其實是很有機會 能夠供下低價與低零電玩的這塊市場 我想,這也是Akan經營者們 明知道市場上有著SS與PS這樣的強力對手 卻還是不怕蛇推出Akan的原因之一 畢竟Akan目標 並不是要看次世代主機直接對決 而是要蠶食台灣與中國等總量龐大的中低消費力市場 如果敵不過次世代主機 不是Akan退出市場的主因 那麼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實際上,Akan也不是慢慢退出市場 而是在某個時間點後 突然變得無聲無息 官方沒有發表Akan計劃叫停的原因 連電也似乎把Akan視為黑歷史 作為一個純粹的局外人,當然也無從得知真相 有一個事件引發了很多聯想 那就是1991年時 美國連電堂曾經就盜版問題控告連電 隔年更進一步指控台灣政府縱容盜版輸出 嚴重侵害了任電堂的權益 要求美國貿易代表署 將台灣從特別301台環中的優先觀察名單 提升至優先指定國家 理由是他們發現許多被輸入到美國的盜版主機或卡夾 裡面的晶片,都是由聯電所生產 我們或許可以說聯電只是受託生產元件 並沒有主動侵權的意圖 但聯電作為具有台灣政府持股的公司 卻是盜版產商主要的晶片供應者 被任天堂認為這正是台灣政府 對抗盜版成銷部長的證明 這個事件,可能也是聯電下定決心 要開發自由主機的一大原因 如果發展成功的話,甚至有機會 可以帶動國內的軟硬體產業一起走向正軌 擺脫過往只能夠做代工 甚至是暗地裡生意的負面生態 但有些留言推測 正是這個訴訟的後續效應 導致Arcan的發展被強制中止 不過,其實在1994年年初 Arcan都還沒正式發表的時候 就已經有報導指出 任天堂與聯電已經達成了和解 所以,除非是雙方又起了後續的爭端 不然Arcan的計畫中止 跟這個訴訟事件的時間點並不相符 其實在同時期 聯電也曾經開發過自有的486相種CPU 國印CPU 而引來了Intel的專利訴訟 並導致聯電的自有品牌CPU從此成為絕響 這種情況,的確是會讓人聯想到Arcan 猜測它是否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 成為了犧牲品 無論真正的理由是什麼 Arcan就是迅速的消聲捏劫的 不要說被人遺忘 多數的人可能就連他的存在都不曉得 這當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縱使它的軟硬體品質 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但如果不劃出第一步 又怎麼會有後續的進步呢? 以憾的是 Arcan的失敗 使得台灣放了電視遊戲產業的可能性 就此斷絕 二十多年過去 再看看現在的台灣遊戲產業 也只能充滿了無限的唏噓 如果質疑都從外價角度來看 Arcan 的確很難說是一台值得一玩的主機 不但遊戲數量少得可憐 大部分的遊戲 都還有品質更好的同類型作品可以取代 最終是Arcan在多年之後 只能以一種稀有怪奇產物的定位 成為國內外少數電玩狂熱收藏者的收藏項目 我會想為這台主題做的紀錄 雖然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己自身的興趣 但更主要的還是想為台灣的電玩歷史留下一點什麼 畢竟 正是與珍惜自己這片土地的歷史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當初打算製作Arcan主題的時候 我手上什麼素材都沒有 完全就是純粹碰運氣了 想說上網真看看有沒有願意借主機或遊戲給我 沒想到真的馬上就真到了 在此要特別感謝大方 而且無償出界兩台耳機主機 以及許多遊戲給我的謝徐斌先生 如果沒有謝先生的幫忙 就不會有這一集的誕生 同樣的 還要感謝許多前輩與同好 提供我部分遊戲影片 與素材資料上的幫忙 台灣在本土溫時保存這塊 其實有不少人默默的在努力 但絕對是還有許多的不足 作為台灣第一、第二個有電玩伴隨成長的世代 我覺得我們當然有這個責任 去保存與流傳這項文化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低分少年 感謝收看 下次再見